李小妹抱著媽媽林女士 感謝媽媽的不離不棄 媽媽甚至里程平頭 多年來陪著李小妹 因為進行一連串的各種治療 不讓李小妹因為治療導致掉法 而覺得與眾不同 或是心裡難過 我也謝謝她 讓我學習到很多 因為沒有她 我沒有辦法去體驗到 人生很多的不同的禁忌 住在仁愛區流民傳入 自學素描畫得非常好 現年14歲的李小妹 國小三年級就被診斷出 全世界不到100位小朋友罹患的 罕見惡性華裔囊肉流 無法正常上學讀書 更要不斷接受各種治療 現在每天還必須服用 一顆1000多元的標靶治療藥物 醫療費非常沉重 因此善心團體 心光愛心協會 攜手基隆市議員張秉均 以及中華民國情肉行銷發展協會 和竹間集團捐贈善款 拋磚引玉 希望減輕李小妹的醫療負擔 她對小孩的愛都一直很關懷 都對妹妹都一直不放棄 那在這一塊裡面 我覺得是我們大家值得去學習的 也有議員這個包含星光的一個幫助 我跟張理事我們一起來關懷一下林小妹 希望她健康好起來 我們幸福主間企業的林凱傑董事長 她也是一樣拋磚引玉的捐了三萬九千塊 那包含我們中華民國情肉行銷協會也捐了三萬六千塊 包含我們幸福愛心社也有捐贈給我們李小妹妹 就是希望藉由這樣子的關心來去幫助他們 也算是盡年博之力啦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願意來去幫忙 我們李小妹妹的這些社會大眾們 一起來關心 然後也讓我們基隆可以變得更好 真的很感謝他們讓我在生活上能減免一點 那個醫藥費生活上的困難 因為我在人生中轉折真的還蠻多的 本來是媽媽有在救助 然後媽媽五年前過世嘛 爸爸是兩年前過世 那就在生活上轉折太大 所以就感謝他們大家 還有感謝幫助我所有的貴人 喜歡用青年土做成各種玩偶的李小妹 也回贈自己的作品 感謝叔叔阿姨們的愛心 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能力回饋社會 幫助生病的人 我是希望等我好起來之後 我可以去當志工 可以去教其他人做一些 像這種手作的東西 因為我對手作類 藝術類的東西比較感興趣 而且我又在醫院 又看到那麼多小朋友 跟我一樣他們也很辛苦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 至少有短暫的快樂一下 想說分享這個手藝給大家 除了照顧李小妹已經離婚的林女士 還得要照顧現年十歲 就讀國小五年級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兒子 兩個孩子長期進出醫院 家庭收入只能依靠家福補助 和前夫的散養費過日子 負擔非常沉重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